女人一旦经过爱情的滋润 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加娇艳无比 再加上性生活 可以有效调整情绪 调节内分泌系统 女人不仅会比以前漂亮 还更健康很多 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的任何动物 对性的渴望都是比较强烈的 这也是一种繁衍后代和正常的生理需求 不过现在的女性 因为来自各个方面的原因 导致自己长期的缺乏性生活 从表面上看起来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 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会随之慢慢出现这些改变 中年女人经历了青春的洒脱 也尝过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她们从容不迫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狂 她们的骨子里拖着一股沉闷和从容 她们看似平静 却有着内在的力量 经历过岁月的洗礼 她们不再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她们有远见 有魄力 更有格局 这样的女人很吸引男人的 但是追求这类女人 就很难了 她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见识过男人的花言巧语 也经历过热恋与寂寞 如果只是用钱或者甜言蜜语去追 那最后的结果肯定不能济入人意 从心理上来说 女生缺少性生活 容易出现情绪低落 焦虑抑郁等情况 如果有性伴侣 但是性生活不和谐 得不到满足 还会出现暴躁异弄 爱发脾气的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性生活不和谐的情侣 夫妻会经常吵架的原因之一 从生理上来说 缺乏性生活容易导致内风力紊乱 雌性激素异常 导致女生体肤变差 具体表现为皮肤暗淡无光 容易长断长痘 甚至会诱发月经不调 而且长期得不到性满足 还容易导致女生性猛淡 进行性生活时 私处爱业分泌减少 影响性生活的体验 在爱的时候 大脑会分泌大量多巴胺 帮助女生放松心情 缓解紧张压抑等不良情绪 在受到性刺激时 在受到性刺激时 女生的生殖器官会冲血 加快局部的血液循环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生殖器官的血液供应 维护她们的健康 此来高潮后 全身的肌肉会松弛下来 再加上性爱时 大脑释放了大量的催产素 可以降低应激激素体质水平 帮助快速进入深度睡眠 所以女生们不必为性感到羞耻 更不必压抑自己的性欲 这是正常的生理需求 可以每周进行一到二次的性生活 如果没有性伴侣 自己夹腿或者使用小玩具都可以 只要注意清洁卫生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就没什么问题 爱情就像那夏日的烈阳 热烈而让人觉得无法隐藏 女人把真心交付给男人后 她的内心会害怕 会惶恐当车鸡 自己所爱之人 会辜负自己 深陷爱情之中 并渴望自己付出的爱有回应 渴望自己的真心被她小心收藏 要判断男人爱不爱你 从她的隐私可以看出来 我认识一个叫小琴的女生 在临近结婚的一个星期 她忽而决定与相爱了五年的男朋友分手了 她发现她手机里叫表妹的女孩 居然是她的前女友 她们谈恋爱五年的时间里 她们断断续续有联系 在她困难的时候 她找她借钱 她义不容辞就借了 在她家里水管爆裂时 她给她打电话求助 她半夜打着车就出去了 那时的她 从觉得她如此带表妹 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人 直到结婚前 她无意间发现那是她的前女友 她将她的名字改成表妹后 一直默默守护着她 一叔说没有多少日子剩下来了 我还保留些什么 有保留的就不是爱情 男人不爱你 她内心深处的隐私 永远不会对你开放 你问及到她的过去 她会一笔带过 不愿意和你深入分享 不愿意让你看到曾经狼狈的她 在她的心里 你没有被她完全依赖 也没有被她完全信任 所以她宁愿向你隐瞒过去 也不愿意敞开心扉 将过往曾经与你分享 爱情就像是一株植物一样 要见得光 她才会逐渐知返叶茂 来认真心爱你 她会觉得你无比的优秀 无比的美好 那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 甜蜜与幸福感 让她不想再错过你 世界很大 你很珍贵 她一生都不想再错过你 她会着急向亲戚 朋友宣告 她找到了真爱 其实她没那么喜欢你 中说道 如果她喜欢你 就不会暧昧不清 就会昭告天下对你的所有权 越爱你的男人 越愿意让你快速融入她的生活 让你了解最真实的她 无论是家庭背景 还是她的圈子 还是她的生活习惯 她都愿意呈现在你面前 不隐瞒你 男人不够爱你 她会不愿意将你告知于这个世界 为了让你跟随她 她会找一些借口 让你不要公布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比如事业在发展期等 与她在一起 你会像绿台一样 见不了光 她会让你成为她隐私的一部分 玫瑰的故事中 附加明与玫瑰相遇之后 她对她充满了好奇心 她欣赏她做的话 欣赏她的生活态度 欣赏她的学识 也欣赏她活得坚韧的样子 可是即便十分欣赏 她也没有将自己得病的状态告诉她 哪怕他们见面后 他们见面后 她看到她吃的药 误会了她 她也没有及时解释自己得了心脏病 直到后来 她爱上她 彻底为她着迷之后 她才坦白 自己生病的状况 而且她将自己过往生病的感受 一点点回忆着与她分享 隐私是一个人内心深处 最不能触及的东西 来人真心爱你时 她愿意叫你分享她的隐私 说明她足够信任你 爱你无论 揭开自己的伤疤有多疼 无论过往的隐私有多让她不堪 她都愿意将自己真实的一面 展现在你面前 深居云说 世间好看事尽有 好听话极多 为求一真字难得 因为爱你 她想让你了解最真实的她 不想隐瞒你分好 真心爱你的男人 会给你足够的偏爱 爱上你 她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 她会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你 无论你在哪里 她的目光总会追随你 在她的心里 你是最特别的存在 她的心里会时刻惦记着你 她会记住你的喜好 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 给你安慰和支持 也许她对别人也一样温柔 但她给你的爱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与众不同的 这样的偏爱 这样的关心和呵护 就是她爱你的最好证明 真心爱你的男人 会把你当作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来守护 当你遇到困难或者危险时 她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被你遮风挡雨 她会留意你的一举一动 生怕你受到任何伤害 她给你的爱 一定是细致入微的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在动物场合 她会自然而然地走在你的外侧 用身体为你挡住人群 过马路时 她会紧紧握住你的手 确保你的安全 这样的细致的保护 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她不会允许任何人诋毁你 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这种保护并不是束缚 而是一种深情的关怀 她用行动在默默诉说着这句 未曾年说的我爱你 一个深爱你的男人 就会希望你也和他一样 眼里心里全是他 所以他会对你周围的 其他异性保持警惕 当你和其他男人走得过境时 他会不自觉地流露出醋意 当然这种失措 并不是无理取闹 而是因为他太在乎你 害怕失去你 他会因为你和其他异性的亲密互动 而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正是他对你深爱的表现 当然他也会信任你 只是情感上的占有欲 让他无法容忍任何人和你分享 你的笑容和关心 就像张小贤所说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总会有点害他 他得到他 怕失掉他 这样吃醋的姿势 正是因为这份怕失掉你的在乎 负色依赖你的姿势 一个爱你的男人 会在你面前展现出他脆弱的一面 他会在遇到困难时向你寻求帮助 会在心情低落时向你倾诉 他依赖你的支持和鼓励 就像你依赖他的保护和关爱一样 这种依赖并不是软弱 而是一种信任 他相信你能够理解他 支持他陪伴他度过每一个难关 他会在你面前卸下所有的伪装 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因为他知道 无论他是什么样子 你都会接受他 爱他 他希望你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个男人只要依赖你的姿势 是深爱你的证明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对你许下承诺 并且用行动来履行这些承诺 他会对你们的未来用明确的规划 会努力为你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他不会轻易放弃你 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委屈 他会尊重你的选择 支持你的梦想 与你共同成长 他的责任感不仅体现在对你的关心上 更体现在他对你们共同未来的承诺上 他会用他的行动告诉你 他愿意为你承担起一生的责任 这种责任感就像舒婷在《志向述》中写到的 我们分担寒潮 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物矮 刘兰 红你 他愿意与你一同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个男人有这样被你负责的姿势 说明爱你入骨了 男人的爱 或许并不张扬 但却深沉而坚定 他们也许不会轻易说出我爱你 但他们的行动却无时无刻不再表达着这份深情 当你遇到这样一个男人时 请好好珍惜他 因为他已经把你融入了他的生命里 恋爱的时候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喜欢带着滤镜看待彼此 觉得对方 对方 就是这个世界上与自己最相配 也是最美好的人 两个人是否相爱 要落实在生活中 在平淡的日子里 才能看清你在对方的心里 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男人对你十分上头 很爱你的迹象 一个表现 你值得最好的 我隔壁邻居 住着一对模范夫妻 男人很心疼自己的老婆 他对他无比的温柔 无比的呵护 逛街的时候 他老婆看到一个包包 很喜欢他向服务员询问价格后 直摇头说 太贵了算了算了 男人说来都来了 就买吧 难得你喜欢 有一次我们聊天 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 给老婆送礼物 他说爱问老婆 这个世界上 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 我就尽力满足他 男人真心爱你时 他会觉得你很高贵 你无比的美好 你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的美好 女人偶然间说过 他喜欢去哪家餐厅吃饭 喜欢哪个品牌的包包包 他下次就会带他去 有时他在外出差 吃到好吃的食物 看到好看的景色 他也会想着下次要带他一起去 来人心里有你时 他会温柔待你 总想着把这世间最好的东西送给你 因为在他心里 你值得最好的 偷偷藏不住中的段嘉雪 和丧志恋爱之后 他把整颗心都交给了他 虽然他的工作很忙 但是他还是会先陪他约会 再返回公司通宵加班 为了他学做蛋糕 租更大的房子 给他准备好各种零食 他自己的吃穿用度都可以将就 但给丧志买的一定是最贵的 为了得到丧志父母的认可 提前回到丧志和父母生活的地方创业 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了房子 写的是丧志的名字 他努力工作 想给他一个明媚的未来 丧志是他人生中的一道光 他想拼命对他好 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男人发自内心 深爱一个女人时 深爱一个女人时 他的爱意会转化为动力 努力去打拼 也许他当下什么也没有 但他会努力去打拼 一人挑战两份工作 或者在业余时间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 他会让自己的综合实力更强 也会让自己赚钱的速度更快 男人爱你 会想靠自己的能力 去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 让你以后能无忧无虑地跟着他过一生 在生活中 有一种男人 常常觉得自己才配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被妻子总是很随意 女人想买一个包包 用于交际 可男人会觉得他乱花钱 阻止他买 送给他一个廉价的包包 或者送一个高仿包给他 让他迁就 男人不愿意为女人付出 舍不得为他花钱 不愿意让他买太昂贵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从骨子里觉得他不配用太好的东西 而真心深爱女人的男人 当女人调达出他有喜欢的东西 他也会努力去攒钱 女人说他喜欢一条连衣裙 哪怕那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送给他 在他的心里 他觉得女人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的美好 女人遇到只要爱你的男人 要让自己的开销合理 别让他爱得太有压力 而导致彼此感情被消耗 错过了他 他 auss是该会的 我 我 并 你可费 没有 你可费 我跟大家费